各位新浪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刘东 你的主演电影《天长地久》 前天在那个面前上舞行首映 然后有很多观众都被你和黄明在天空表演被打动了 然后你在《天长地久》里面扮演一个被你很取杂的角色 就是你首先介绍一下你的角色吧 在那个电影里 是,这个女孩是 我是从16岁一直演到27岁 她是一个 就是父母 从小失去父母 然后寄住在舅舅家里 对,然后缺乏被爱 内心比较纠结的一个女孩吧 但是她一直是渴望被爱的这样一个人 那你觉得就是这个角色这么复杂的话 你又从17岁演到27岁 然后你觉得你的表演要怎么样才能让观众幸福 有这个年龄跨度呢 其实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 因为这也是我第一部电影 对,然后 在拍摄过程中就一直 因为大概都是顺着拍的 对,然后就一直随着人物的剧情啊 然后随着人物的起伏啊 就这样一直走下去 就有的时候,这重场戏的时候 几乎前一天晚上都睡不好觉 就一直在回想当时的情景啊 然后就 其实有一段时间拍戏的时候 都有一点比较抑郁啊 或者是怎么样 对,就是还挺难过的 对,还挺难过的 还挺艰难的 然后因为她这部其实顺排 我觉得她这个会不会对你那个角色表演有很难 对,有相当大的帮助 你这是第一次演那种顺排的那个电影吗 或者电视剧 对,其实她是几乎是顺排 但有时候也会跳 对 然后那个你跟那个导演 是不是第一次合作呢 导演刚刚 对,之前有合作过一部小短片 对,然后 导演 导演确实在这部片里 给我了特别大的鼓励 好,然后那个 你和黄明是 应该是第二次合作了吧,对吧 对 然后你们两次都演情侣的话 有没有插出很火吗 在这篇中 没有 对,就是比较熟悉了 那你们俩怎么会在同时 就是在第一部电视剧合作完了之后 然后又同时出演第二部电影呢 是,因为在电视剧的时候 之前就有试过这个戏 因为这个戏是在培训 当时是十几个女孩在培训 然后从中选出来的 大概培训了快十天吧 然后从中选出来的 后来 等我再到杭州的时候 其实已经是角色差不多定了 我推开门看到黄明就坐在里面 就觉得特别巧 然后那个你觉得你跟黄明在 这个电影里面就拿到 就是你们合作的地方是什么 在什么 你们两个人就在那个合作的地方 最难忘的一场戏 最难忘的一场戏应该是 我应该是跳舞吧 我们跳集体舞 对 那段戏还挺好看的 对 好 你觉得电动有没有什么地方是投入你个人感情经历的 吐鸡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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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导演说也是她 不好意思 这段也是导演说她个人的那个感情经历 对对对 因为我看剧本的时候 我是首先是就对吐鸡汤就震害了我 我就觉得这个女孩 就是怎么这么决绝 对对被刚烈 对 然后那你是 因为当时吐的时候 当时吐的时候 就是想看看能不能吐水啊 或者是假吐啊这样 但是试了几条大概吐了能有十几次吧 都觉得不好 然后后来就不停的在喝水 不停的吃东西 想让自己找到那种感觉 就是一定要把它真的是吐出来 这样才真是 是真吐 自己抠自己 自己抠了大概十几次 之前什么喝可乐 喝可乐以后扣出来还会打嗝 就是这样都不行 最后就真的就是要 就是喝很多水 然后喝牛奶 就要自己的胃饱饱的 然后扣出来 所以你在拍这个片的时候 也就经历了蛮多磨难的 对因为它是反季节拍嘛 然后就会有很多 就是大概因为我是北方人 然后南方的那种冬天的时期 我是不太适应的 然后大概12月份吧 还要穿着特别短的短裤 然后穿夏天的衣服 走在桥上啊 或者怎么样 还要感受到夏天的气息 表现出来 然后那个前几天 你们不在做首映的时候 然后就会从那个 你从电影工出来的时候 有大批的粉丝围堵着你 就你这是不是第一次 就看到这么多粉丝 对 真的当时没有想到 没有想到会 日本就会有那个粉丝 然后我就会觉得 特别感动 对 没想到他们这么热情 因为片子出 首映的时候有在看 但是快演完的时候 要出来等着回 打记者问忙 然后我快完事的时候 就大家散场的时候 我们在边上等着进场 然后就有日本的那个 影迷看到了 对 然后就说 啊你是 然后小的半天 辛辰 用中国话说 然后就走了 所以这部影片 还是打动了很多日本观众了 对吧 对 然后那个 就是问了 你之后还在东京 一直会待着吧 对吧 对 会一直待着 会待到一直结束 然后你之后几天 有点计划吗